臺灣醫管局早前宣布將由11月1日起 要求進入醫管局總部、公立醫院及核下其他醫療設施的職員及訪客 都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掃描二維碼 並聲稱有關新安排能夠提高接觸追蹤工作的效率和準確度 減低出現社區爆發的風險 醫管局員工陣線今天發聲明表示 醫管局一直委派感染控制組進行接觸者追蹤 當中的調查深入及行之有效 覆蓋每位醫院員工於每個醫療程序上所涉及的步驟及相關保護裝備 而當局一直堅持只要醫院員工配上合適的裝備 就不屬密切接觸者 工會質疑如今醫管局就多次一舉 於行之有效的接觸者追蹤方法之下在疫情回落之際 加上社會大眾對相關應用程式追蹤表現存疑是 仍硬推有關的程式是否背後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 另外工會還指出 醫院涉及不同部門不同醫療設施 當中有劃分不同區域 以掃描醫療設施相關二維碼的方法 難以準確地追尋密切接觸者 建議繼續沿用現行的探訪紀錄 Hospital visit及手寫表格 達至有效追蹤接觸者的需要 謝謝 不用再視乎 好吧 謝謝 謝謝 謝謝